大家好,我們今天來拍一段這個男人不能沒有老婆煎蛋餅片 好,首先,新開抽油煙機拍電單 開瓦斯,先熱鍋,然後要倒油 倒油,到多少自己決定 水源啦,好,不要太多 不夠再加,把油弄均勻 把油弄均勻,弄均勻,弄均勻 敲蛋,用兩手,一手是專業的,完了 我買的蛋都不夠新鮮,才買幾天而已 敲了兩,敲了三顆,然後這個是 三顆裡面有一顆蛋黃,下去沒有補掉 那這個,這顆補掉了,所以很麻煩 我不會挑新鮮,然後我看日期好像還可以啦 接下來就是要放那個,蛋餅皮 這都前年買的 什麼,手抓餅,蔥味的 啊,什麼果 他不懂,太吵了 好,他這個,他這個餅皮很厚喔 啊,我每次去那個,連鎖的那種,早餐店吃 吃早餐,早餐餅,那皮都很薄喔 吃起來都不錯 啊,這個皮很厚 他是這兩個塑膠桶先夾著 那就把它放下去 剛剛那個蛋啊,蛋剛好把它蓋上去 所以現在蛋已經在下面了 蛋已經在下面了,把它蓋上去 現在開始煎,薄小一點 我夾點免得他燒焦了 先喝一口鮮奶 這樣的話就不用在外面 在那裡等啊 早餐有時候也很難等 那會時間啊,乾脆自己煮 好,差不多的時候就先把它翻面 不是翻面 好,翻邊 那那個蛋就在餅上面啊,沒有黏住 沒問題,還是可以吃 因為我怕太焦了,所以我先兩邊就慢慢的翻 現在可以 那這個蛋餅皮很厚 它其實也不是寫蛋餅,它寫 寫手抓餅 反正都是用煎的,加油下去煎 差不多的時候再把它翻邊 那現在應該還好看一下 哇,翻太早了,很白白的 但是沒關係,就翻了就翻了 這邊再繼續 這個煎蛋米飯不要煎得太焦了 好,我再把它翻一次 哇,結果蛋在中間造成這個蛋餅的破洞 不好翻 再一次,哇,蛋掉出來了 好看 雖然滴滴辣了,但是 總比沒得吃好啦 老婆不在 老婆不在 老婆出差一個月 那所以 本來打算吃外面的 現在 看一看 還是要自己吃多少煮一下 那 那 前幾天 拍一個視頻 是 煎牛排 結果就有 朋友的 就有朋友的太太看不下去了 然後就叫我朋友打電話 叫我去吃飯 所以我昨天 因為拍視頻 賺到了一餐 超好吃的 三杯雞 喔,那個雞肉真的超好吃的 這樣就差不多了 另外一邊 這一邊已經焦焦的了 可以了 另外一邊還白白的,我就把它翻過去 然後呢 不要煎得太硬 差不多了 好 這時候我先把火關掉 因為那個鍋子都還很熱 鍋子還很熱 其實都夠啦 這個一定是熟的 因為這個 這個溫度如果看見這樣焦焦的話 都應該熟的 外面會把它捲起來 就是這樣子捲起來 我會把它弄一次看看 就趁著剛剛破掉這個位置 看一下 我把它捲起來 我把它捲起來 捲起來 哇,蛋掉下去了 捲起來 然後這邊也把它捲起來 這樣子 捲起來 捲起來 捲起來之後呢 等一下 會切成一小塊 我看人家都用鏟子這樣壓 然後我們可以切 有沒有 便利小塊一小塊了 那鍋子還很熱 所以打算讓它 靠這個 剩下的這個溫度 讓它焦焦脆脆的 這樣比較好吃 好,蛋餅就好了 很簡單 所以不要去 只要去買那個 蛋 家裡一定有油的 欸,忘了加鹽 要加鹽嗎 加一點,可是已經熟了 算了,不要加鹽 然後鮮奶自己買 那這樣就是一個早餐 你在外面也是吃這樣子而已 而且外面還不見得會吃鮮奶 外面是吃豆漿 那有時候那個連鎖店的 豆漿都稀稀的 啊 也不好喝 所以乾脆自己弄了 花隔十分鐘 可是等一下洗碗就很煩啦 嗯 老婆不在 我也沒有想像中的潔壁 鍋蓋把它蓋起來就好了 就不用洗鍋子 晚洗一洗就好了 或是把它泡到水槽裡 晚上回來再洗 好,就這樣子了 這個 拍視頻賺到一個 賺到一頓晚餐啦 希望這個蛋餅 有善信人士看到 劉伯烏自己要煮蛋餅 能夠認了一下 我 這個有空的時候 就叫我去吃飯 好,謝謝 掰掰